聪明人仅需三秒就能取出这个圆环,而脑筋不开窍的人,即便给他玩个一年半载的,也未必能够完成。 传闻只是曹操对身边小书童出国的一道经典的脑力侧尸体,然而在大部分人初次接触时,都会顺势而为地把圆环往下抽拉取出,走到头就被木棒挡住,绳子比较短,是取不下来的。 这个圆环虽然可以翻转过来,但是这似乎并不能帮助圆环脱困,如果向上拉动圆环呢,绳子就会形成一个结,绳子会将圆环牢牢困住,仔细观察圆环的整体结构,若想要真的取下这个圆环,似乎只有把绳子剪断了才能取出来,如果真的把绳子剪断了,那这个谜题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。 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孩子平时在家有没有做观察力训练,头脑灵活的孩子一般反应快,善于思考,他会触类旁通,一通百通,另辟蹊径,思维能力好的孩子。 他会左手拿住,木棒不动,右手拿住圆环往后翻转过来,尤为重要的一步,从绳子的中心,抓住圆环往前慢慢绸拉,这样圆环就成功取出来了。 要想取出这根金属长条,大部分人会下意识地沿着回形轨道一直走,走到头是根本取不出来的。 这就非常考验孩子平时在家有没有做逆向思维训练和观察力训练。 思维能力好的孩子,他会重新回到起始点位置,然后让两手交换位置,然后继续走到中间这里就不会往前走了。 逆向思维,反其道而行,左手拿起长条从上方的圆孔穿出去,再向下绕过中间的回形轨道,这样就成功取出来了。 如今的许多孩子放学回家就抱着手机不撒手,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 一对智慧父母给家里孩子玩了两个月的解锁解构玩具,孩子思维能力与专注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。 这款智慧解构24件套不但能够让他们放下手机,还能够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获得满满的成就感,从而激发他们探索思考的兴趣和好奇心,让他们的思维越玩越灵活,选对玩具孩子受益终身。 我来讲完了, blocks我们下 Això写 1963件套不但是绝对了 poll听說明 true duty的人是310政筹的军星之аф plane,